糯米笋炒五花肉 炒糯米笋的时候 就是糯米笋炒五花肉的时候 把肉熬干之后 放点蚝油在上面就可以了 然后放点蒜片姜片 喜欢吃辣椒放点青红辣椒翻炒 然后倒糯米笋倒下去翻炒两下 大概就是炒一分多钟的样子 然后放点老抽就可以了 有蒜苗的地方放点蒜苗 老没有蒜苗的地方放点葱结就可以 这个是葱厨排的糯米笋 每一包250克发三包 它的骨葱每天就只有几百单 那你吹爽口 1分钟 一切就可以炒 炒五花肉 辣肉 肉丝 鱿鱼 牛肉 酥炒都可以 今天那碗烧 我这是炒了一袋子 黄的残留 炒一口 炒一口 炒焦 炒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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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是真的好松 我还要拍下个视频 所以说少吃点 这糯米粉是先做先发的 香菇鸡汤米线 收到的姐妹好不好吃 好香 不能吃辣的姐妹这是辅料 能不能吃辣这个都好吃 发八筒 对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